大家都知道三高的危害 但很少人知道骨质疏踪 也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而且是一个隐藏的健康杀手 不易察觉却危害极大 良好的营养对于维持正常的骨质 有着重要的意义 足够的钙质、维生素D、维生素C和蛋白质 对我们的骨骼尤为重要 一、腐竹 这是一种斗制品 所含钙量也很高 且蛋白质也很丰富 很适合老年人食用 尤其是有利于骨质疏踪的患者 补钙食用 但是腐竹中含有飘铃量很高 所以痛风患者要少吃 二、虾皮 我们在生活中 一般所见的虾皮 多数都是毛虾的干制品 其最大的营养特点是 含有的控制数量 肿容量很高 尤其是钙含量十分的丰富 有钙库制美称 但是虾皮最好不要与菠菜同时 因为虾皮中的钙 与菠菜中的草酸同时相遇 会形成草酸钙 不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三、鸡肝 常吃鸡肝 有利于人体钙的吸收 因为鸡肝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D 可提高小肠对钙的吸收 被称为钙质搬运工 但鸡肝的胆固唇含量比较高 所以肝不好 血脂高的人最好不要使用 除此之外 没事多晒晒太阳 晒太阳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促成维生素D的合成 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帮助肌肤转化合成为维生素D 维生素D可以促进肌体对钙的吸收 每天半小时即可 还可以适当地运动 提高人的骨质密度 常运动的人都不会患有骨质疏松 而长期不运动 喜欢躺着的人就容易骨质疏松 平时多运动 让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口臭这个症状虽然不会影响到生活质量 但是会影响社交 其实口臭只是身体表面的现象 根源问题却被很多人忽视 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口臭后 就开始竖口刷牙检查口腔 可是依旧没有解决口臭的问题 那么你就要考虑是否自己的脾胃出现问题了 1.注意饮食规律 首先在饮食上 患有脾胃湿热的人群应多吃温和食物 柔软细腻的食物 这类食物比较容易消化 并且饮食清淡 不要暴眼暴食 这样能够使胃部有消化缓冲的机会 能够使食物和胃酸充分的中和 防止胃粘膜和溃疡的加重 2.刺激性食物 脾胃有问题的患者 一定不要吃冰冷过汤过硬的刺激性食物 过辣过粘的食物也不容易吸收和消化 据湿生热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以防受到刺激导致胃部的受损 3.中药调理 缓解脾胃虚热可以服用中药 杀人 扶手 血帘 赤脚豆 薏仁 莲子 金银花等多种磨成粉 再浓缩成方片 可以宽中健脾 消食 提高肠胃免疫力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如果说夫妻俩要想顺利受孕的话 那么两个人的生育能力都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在关心男人最迟多少岁还具备生育能力呢 其实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 因为男性的生育能力主要是与体内的小蝌蚪数量和质量 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如果男性的身体状态正常 那么小蝌蚪的质量和活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出现一些变化 一般来说男性在30岁之前 小蝌蚪的数量和质量不断的上升 而35岁之后又开始逐断的下降 建议男性就好在35岁之前进行生育 一旦超过这个时间 小蝌蚪很容易会出现不好的情况 男性在平时生活中可以通过一些运动来增长小蝌蚪的数量和质量 同时应该解烟 解酒 减少熬夜等不良情况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柠檬片 有效延缓衰老 痛风是在中老年人当中比较高发的一种病症 长期痛风容易导致高脚压 肾结石 尿毒症一系列的并发症 多吃两物控制好尿酸不上升 黄瓜 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 黄瓜是一种碱性蔬菜 通过吃黄瓜能够帮助我们综合体内的酸度 除此之外 黄瓜中含有丰富的水分和大量维生素 能够调节体内的水盐平衡 起到力量消肿的作用 黑豆 黑豆的营养价值很高 在黑豆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的营养物质能够帮助滋补五脏 补充肾气对于肾脏功能 也能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 对于中老的人来说 使用黑豆能够改善泌尿系统 确保尿酸更加充分的排出体外 平时可以喝一些柠檬茶来刺激免疫系统 许多人都爱喝蜂蜜水 特别是在早晨起床的时候 为了润肠促进肠蠕动 从而起到缓解便秘的作用 喝杯温暖了蜂蜜水 可以产生胃肠反射 加强结肠蠕动 刺激排便 有利于排毒养颜滋养皮肤 招招盐汤 晚晚蜜水 意思是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淡盐水 晚上临睡前喝一杯蜂蜜水 喝蜂蜜水是没错的 但喝的时间就比较关键了 事实上睡前喝蜂蜜水会导致发胖和蛀牙 而早上空腹喝蜂蜜水会增加胃酸分泌 引发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 蜂蜜水也不可以高温充饮 不能食用过量 会引发糖尿病和取齿 那到底什么时间喝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喝蜂蜜水的最佳时间在睡前的一至两个小时 或下午三至四点左右 一定要用温水冲泡 因为开水会大大降低蜂蜜的营养价值 冲泡蜂蜜时不要放入过多的蜂蜜 因为过量的蜂蜜极其容易导致肥胖 只有这样正确的喝蜂蜜 才能最好的发挥出蜂蜜营养价值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和转发哦 关注我们了解你不知道的生活小知识